好那这是IP视觉应用 它放到哪里 它觉得他们的海报可以这样设计 看一下包装怎么做茶椅 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课堂里 谢雅慧正在给大四的年轻学子 传授一项老文化 并启发大家能够做出新创意 今天是做妈祖庙跟周边社区 能不能成为一个景区 然后景区的打造 怎么带大家来这边文旅 旅游认识飞移 认识文化地方特色 融合一些广告策划 然后让一切都会变得比较有趣 在台湾高雄长大的谢雅慧 从小就对妈祖文化耳濡目染 在北京大学求学的过程中 她逐渐将妈祖文化 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到广州任教后 教导学生将古老的传统文化 与市场的新潮流相结合 做设计 做传播 成为谢雅慧课堂上的重点 当然 课堂上的这位老师 本身也是活力满满 课堂上的气氛 经常变得轻松又热烈 我觉得谢老师特别的年轻 跟我们一样 就是特别的 我们一些什么热点 就当下热点 他都能甚至比我们都能先知道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老师 他准备的那些PPT的材料 我觉得是非常充分的 就是一节课的PPT 大概是180多 也到200多也这样子 然后上课呢 它是比较一种轻松的 就是跟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 有趣是同学们 对谢老师的一致评价 而谢老师同样也希望 可以将传统文化呈现得更有趣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 在广东 福建和台湾等地 具有深远影响力 谢亚慧希望通过教学科研和文创设计 让妈祖的故事有更多更新的展现 老文化它也同时可以做新创意 今天要做国家外交形象 就是说文化软实力 妈祖也能作为传播国内 或者是海外的文化软实力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又跟学生说 那今天我们今天妈祖也一样是老文化 能不能也有趣 然后有趣味性 让年轻人觉得说 它不是让我们觉得很难以靠近 它就像是在身边的一个朋友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吧 课堂上的内容交叉融合 课堂下的生活也很结杠 谢亚慧热爱记录生活 大陆各个省份她几乎都游览过 在路上她化身为旅游博主 两岸网友跟着台湾老蟹游大陆 哈啰今天老蟹呢又要带大家去哪里旅行的呢 没错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我们的山西 山西非常厉害的世界文化遗产 等一下呢要带大家去看这个云岗石窟 那我们赶快进去吧 像我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就是 个人账号叫做台湾老蟹游大陆嘛 然后这个就是我分享我在就是祖国大好河山 就是哪里漂亮美丽 我就会是透过介绍旅游的一个概念 告诉大家说对 然后他们就会看到我分享很多吃喝玩乐啊 然后就觉得你在这边生活过得很好 好舒服好棒哦 我也要来类似这种概念 谢亚慧表示 希望通过视频这个传播媒介 让大家明白 美好生活就在身边 也鼓励自己的学生可以在课本以外的地方寻找灵感 她在大陆的游览中 看过城市的基础建设 也看过乡村发展的振兴 谢亚慧认为 当下大陆乡村的发展态势 正是自己和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 挖掘乡村飞移特色 打造文化品牌的好机会 你看特色小镇很多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A股镇跟这个B股镇怎么长得有点像 那到底它的一个就是 独特性在哪里 其实这是我觉得未来要从1.0 走向2.0的一个升级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可以带学生团队来做这个 2.0的升级的话 那学生呢可以运用就是他有趣的一些创意想法 然后结合呢 就是说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元素 做这个所谓的文创 农旅 农创 然后这些全部的结合肯定是可以有 更多的是不同的品牌差异性产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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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